一席6人的登山队伍在10号是由南投的东浦进入 预计16号要从花莲中平领导来出山 不过其中一名李姓的女队员15号 在克西帕南山周围的山区疑似迷途失联了 锦销人员获报立即入山搜救 却仅仅发现李姓女三友她的手机和证件 而最近天气不稳定一度影响到搜救 而在20号传出好消息了 李姓女三友在失联第6天 终于平安获救 中间她还挺过寒流低温 可以说是非常幸运 女三友在救援人员搀扶下 缓缓地走向救护车 整体看起来没有大碍 她就是这一次在克西帕南山失联的李姓女三友 原本是一行6人登山队伍 10号由南投东浦进入 预计16号由花莲中平领导出来 但是其中一名李姓女队员 却在15号在克西帕南山周围山区 疑似迷途而失联 警销人员获报立即入山搜救 却紧紧发现李姓女三友的手机跟证件 而由于近日天气不稳 一度影响到搜救 但就在20号传出好消息 在今天20日早上10点50分 在克西帕南山的北风防北高平的方向 约500公尺处 搜寻到失联者 李姓女三友因保暖异物有代购 并且有睡袋、帐篷、食物 让她得以平安获救 只是因为水源缺乏 目前有些脱水现象 其余并无大碍 因为天气比较不稳定 影响到了搜救的行动 还有李姓女三友 在失联的第六天终于平安获救 中间她还挺过了寒流低温 可以说是相当幸运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